刚从电梯出来 神情略显疲态 面对媒体提问不发抑郁 快步走出北柬 金华城闭案的关键共犯 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 邵秀佩 历经大约七小时 三号凌晨复讯结果出炉 警方讯后预令邵秀佩请回 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 无保请回但有强制处分 面对记者追问 邵秀佩上车前打破沉默 说了一句拜拜 随即搭车离去 金华城门2020年10月的 学者专家咨询会议 由邵秀佩担任主持人 也是在这场会议后 容积率往560%定调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之所以会被羁押 就是因为邵秀佩疑似未遂潜逃 怀疑两人有勾穿之鱼 根据了解邵秀佩早在7月下旬 就已经向李四川请假 他昨天就回来 那检调也没有A谈他 所以他今天早上会主动跟政工处 还有检调来被这个说服 虽然李四川拍胸挂保证 但是检方却发现邵秀佩和应小微的助理 吴顺明过去是市府老同事 加上吴顺明是威京集团子公司的领心顾问 过去也曾担任都发局副总工程师 因此认定邵秀佩扮演关键角色 进华城弊案风暴越滚越大 背后还有哪些不能说的秘密 都将一一浮出台面 在内新闻中华报导 不论发现邵秀佩扮演关键